下午兩點鐘 歡迎收看快樂向前行 我是丁士芬 台北股市今天開低走低 最後尾巴是收在了9189點 今天下跌了74點 量的部分跟昨天差不多 今天大概是700多億的量能 不過今天雖然說個股行情是下跌 但個股表現還是蠻精彩 這強勢股還是持續在攻 而且五盤國有還換族群在輪動 那到底今天這行情要怎麼來掌握呢 還有下個禮拜回來 那今天回測之後有沒有機會再重新上攻呢 節目下我們要先請到專家 請到是華信投稿的副總林佑年 佑年哥好 師範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佑年哥今天好像已經回測了 最後跌了74點 但其實今天去扣掉台積電跌的 其實今天老實講這個盤其實沒有跌太多 大概20幾點 很多股票 對 都很精彩 那這行情要怎麼來解讀呢 怎麼樣回測完之後 OK 這個就是我們在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講的 12月份開始是什麼 是這個內資拼命的時候 就投信要拼命了 大家都叫他做這個祭底作帳行情 我不叫他做祭底作帳行情 我叫他做拼命行情 你知道嗎 因為為什麼是拼命行情 因為正常的情況下 他是在作底沒有 在這個在做祭底作帳沒有錯 可是今年不一樣 因為今年大家都聊得慘慘了 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賠得很慘 所以怎麼辦呢 只好拼命了 所以這要拼命行情 那拼命行情的特徵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在三個禮拜之前跟大家講的 它特徵就在於說指數 它或許會漲 或許會跌 因為要看外資的臉色 可是這一些的本土之間 他們所作帳的標的 一定是避開這些外資 他們手上有很多的 或者是他們比較喜歡琢磨的大型股 所以一定是有中小型股 那因為你中小型股動的時候 指數不太會動 那麼如果有的時候 外資一賣超像今天 外資一賣出的話 像賣台積電 那這個指數就整個被拖下來了 因為台積電今天跌得深 所以其實你如果把台積電扣掉 把一些大型全值股的這些跌點扣掉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這個指數 今天並沒有怎麼跌 甚至於有可能是紅的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那當然我們這個市場上有一句老話 叫選股不選市 我講句實話話 這句話是我最討厭聽到的 為什麼呢 什麼叫選股不選市 表示看不懂行情 才說選股不選市 對不對 那事實上 這個大盤的方向還是很重要 我們還是要掌握住 那麼接下來才是做選股的動作 那麼所以我們今天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盤勢會怎麼樣的發展 今天這個大盤有個特徵 我們可以導播麻煩把日K線圖叫出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有個特徵 因為昨天它是跳空上漲的 昨天跳空上漲在9240點到9241點之間 有一點的一個這個上升的跳空缺口 那今天是跳空下跌的 所以呢 它在這個9240到9241之間 又出現了跳空缺口 這叫跳上去又跳下來 叫做什麼啊 島型反轉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在這邊告訴大家 這個不叫做真正的島型反轉 為什麼不叫真正的島型反轉 因為它左邊呢 大家去看它這個線型的左邊 還有一大堆鄰居在 那這個有鄰居在跟島型反轉有什麼差別呢 什麼叫島型反轉 島型反轉就是說 它是一個孤立的K線 一個孤立的K棒 昨天呢 它是一個孤立的K棒 那麼呢 今天跳空下來 這個叫做島型反轉 可是呢 因為它跟這個左林右舍還非常的接近 那個鸡犬相聞 那所以呢 這個不能算是一個標準的島型反轉 那麼呢 所以呢 我是認為說 如果在接下來的三個交易日之內 就從下禮拜一到下禮拜三 三個交易日之內 只要能夠呢 這個大盤 只要能夠在盤中 能夠突破9241點的話 也就是完全填補這個缺口的話 那麼呢 這個所謂的島型反轉 那麼就可以把這個格局把它破壞掉了 所以大家投資朋友就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那麼呢 以成交上來講的話 今天呢 算是個持平的量 事實上呢 我們昨天 在這個節目裡面 就跟大家報告了 因為呢 市場上呢 都在擔心什麼 都在擔心這個禮拜天的意大利公投 所以呢 觀望的氣氛本來就比較濃厚 那麼呢 再加上呢 昨天晚上呢 這個美國股市 尤其是非成半導體 NetSite指數又重挫 所以呢 就造成呢 我們台灣的電子股 當然就走低了 那台灣電子股走低呢 那這個 這個加權指數呢 就走得比較弱 那事實上 我們昨天就講了 今天呢 應該是一個弱勢盤整 收黑的一個格局 那今天呢 這個再加上呢 美國股市的幫忙 所以呢 我們這個又再一次的 預測證券 那不過呢 這樣子一來的話 我認為說 其實下個禮拜一 或禮拜二 這兩天之內 應該會有一天呢 還是可以拉出一根中紅的 那麼到時候 我們再來這個 拭目以待 不過呢 我們在言歸正傳 就是說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自從川普在11月9號 台北時間11月9號 這個當選了美國總統之後呢 那我們是不是一直在跟大家強調一個觀念 現在是什麼時代 現在是個大時代要來了 大家注意看一下 大時代要來了 大時代要來了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要做大事情 大家千萬要記住 這個大時代不是那個港劇大時代 這是真正一個大時代要來 既然大時代要來了 我們當然要做大事情 那怎麼做大事情呢 我們講難聽點 你沒有錢 你怎麼做大事情呢 現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社會我們講真的 你如果說空有這種滿腔的熱血 這個志氣 志氣非常的高 比玉山還高 可是呢 你沒有錢 什麼都不用談了 所以呢 第一個要先賺錢 怎麼賺錢呢 其實呢 這個很久以前 股市裡面就有一句話 就是呢 這個富人要更富 是要靠什麼 靠房地產 窮人要翻身 要靠什麼 靠股市 靠股票 那我這樣子現在講這句話 很多投資朋友聽了 哇拜託 不要這個 陪著書光光就好了 還要窮人翻身 那個是因為呢 是不會做 因為你不知道 怎麼去掌握 這個股市的節奏 你不知道 要怎麼樣去選擇好股票 能夠讓你賺錢的股票 所以你才會覺得說 哇好難做 這錢好難賺 那個是因為不會做 那你如果會做的話 跟我們一樣的話 那會怎麼樣呢 大家看一下 我們呢 在九月份 九月一號 剛剛開這個節目的時候 當時呢 我們第一天跟大家介紹 什麼股票 大疆 生技股的大疆 結果呢 一路漲 一路漲 漲得三十八塊半 一張股票呢 賺了三十八塊半 我當時在講說 我在介紹生技股的時候 我還講了一個 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為什麼我要介紹生技股呢 因為呢 我們市場上有一位呢 號稱什麼王子的 那麼他一直 他過去這幾年以來 一直在講生技股 講到八月三十一號 這個生技股還在跌 他講不下去了 他就不再講了 那他不講呢 我來講 當時我還講說 他不講了 那換我來講 結果一講之後呢 他真的長 這個真是命運捉弄人 那麼呢 這個我們也不要講別人了 我們再來看 那接下來呢 半導體的 有沒有半導體 九月七號 我跟大家介紹 半導體的族群 裡面呢 有威剛 有南亞科 那這個 竹帆不計被載 有五檔 那我們就先看威剛 威剛的我們九月七號 跟大家介紹之後 立刻先漲個八點七五元 然後盤整了 一個半月之後呢 十一月十八號 我們再介紹之後 他再漲了七點一元 兩波 兩波 走了 賺了十五點八五元 那麼到了十月份 十月份開始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 我們當時有講過 光輝十月 飆風再起啊 當時大家想說 拜託 這十月份的行情爛死了 還是什麼飆風再起 我們還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股票 一檔接一檔 賺到無法檔 那這一句slogan呢 這個廣受 我們的投顧界的歡迎 謝謝大家採用 OK 好 那麼呢 當時我有講 喊得動大牛股 全台灣喊得動大牛股的 只有我 只有我 證明一下 十月十五號演講的場合 跟大家介紹什麼 鴻海 那一介紹鴻海呢 全部的人 幾十位的這個 投資朋友呢 全部跌倒在椅子底下 那麼呢 鴻海拜託 這支股票會動嗎 會 很奇怪喔 我們十月十五號 介紹之後 他從十月十七號 我們那天是禮拜六 演講的場合介紹 禮拜一 十月十七號 就開始呢 禮拜一 二 三 他好像又見底了 然後呢 再較勁 他又漲了三塊九毛 兩波 大家有沒有看到 鴻海 還有呢 剛才的 這個威剛 我們都是做兩波 我們不是說 這個賺了錢以後 就一直抱 一直抱 我們很多同業 喜歡怎麼樣 做了一檔股票 它漲上去了 我們就一直抱 一直抱 一直交勁 一直交勁 然後跌下來之後 不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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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一直套 然後呢 再漲很久之後 你看我們多厲害 這支股票又上來了 那我們不一樣 我們該買的時候買 我們該賣的時候會賣 那甚至於呢 我們會做短線的價差 也就是說 所謂用短線的保護長線 這個是我最擅長的 一種操作的模式 好 那麼呢 又進入十一月之後呢 十一月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講說 感恩十一月 天天有驚喜 還是一樣 老slogan叫做呢 一檔接一檔 賺到無法檔 那十一月更精彩了 十一月這盤最精彩 為什麼呢 因為十一月呢 大家還記得嗎 外資賣超了多少 賣超了差不多 一千五百億的 這個台幣的股票 賣出了這麼多的股票 結果呢 我們在十一月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的股票 第一檔 中鋼 十一月七號 跟大家介紹的 也是一樣啦 講到中鋼 誰理你啊 對不對 神經病啊 叫中鋼 你不會叫台你啊 沒有叫 同時也有叫台你啊 OK好 那麼呢 中鋼 中鋼呢 有沒有看到 我們一介紹之後 他第一天 當天就直接拉上來 直接一根藏紅 把大家嚇了一大跳 第二天稍微整理一下 第三天直接跳空的往上走 為什麼能夠跳空往上走 看到這邊有沒有 三大法人 買超 買超 我們一叫進 立刻大買超 立刻大買超 這個就叫做 謝謝法人幫我們抬轎 謝謝法人幫我們抬轎 各位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做過法人抬的轎子 比那個八人大轎 還要舒服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人多勢眾 體力又好 都啊 體力很好 對不對 那所以呢 給他們抬轎子 做起來非常的輕鬆愉快 所以這個就叫做 輕鬆的談 輕鬆 那我們投資啊 不要太緊張了 其實我很多 很多的會員朋友 很多投資朋友 剛剛開始跟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我看那個神情真的 非常的緊繃 非常的緊張 我經常就在想說 做股票就是賺錢嘛 對不對 賺錢小事情一裝 何必呢 把自己搞得 哇 這個緊張兮兮的 那種神經衰弱 真的是得不償失 不需要 做股票呢 你越能放得輕鬆 反而越容易賺得到錢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這個輕鬆的時候呢 你的繩子就會很清楚 你的腦筋就轉得很靈光 對不對 就像我這樣子 每天呢 輕輕鬆鬆 非常愉快的過日子 然後呢 這個腦筋就很靈光 腦筋靈光的時候 不管是大盤的節奏 或者是呢 選股的邏輯 都會很正確喔 好 所以我們再來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施工傳奇六年 這個是我的這個LINET ID是小老鼠 LION168 獅子嘛 所以叫施工 不是塞工 施工 施工 168 OK好 那麼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當初 我們是在這個LINET上面 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報一檔股票給大家 就叫中鋼 結果中鋼 當天就漲上去 那當天漲上去呢 因為中鋼 畢竟是個大牛股 雖然會飛天 可是飛的還不高 還沒有飛到同溫層 那麼呢 他的小金基 比较輕 他就可以飛到同溫層上去 這個中鋼呢 11月7號 同一天介紹的 然後呢 一漲就是53% 漲了3.81元 好 那接下來呢 護身2X 我們一直在跟大家講 其實呢 我不知道 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呢 在兩三年之前 看過我在友台的節目 我那時候在友台呢 在盤中解盤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講到 那個時候呢 我說注意看一下 跟陸股連結的ETF 因為呢 他們要開始啟動 那當時呢 這個市場上 還很少人知道 跟陸股連結ETF 到底在搞什麼名堂啊 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結果呢 我們講了不到一個禮拜 立刻開始起飆 這一次 我們又來了 我們捲土重來了 我們跟大家講說 護身2X 要準備要開始起漲 為什麼要開始起漲呢 因為呢 很簡單 因為呢 這個升港要通啊 然後呢 MSCI 遲早要把大陸A股 納入他們的權重 他們的成分股裡面 所以呢 陸股會漲啊 那麼ETF 當然會漲 當然這幾天開始回檔 那回檔 它究竟是一個 這個長期的回檔呢 還是呢 只是一個漲多之後的 技術性的回檔呢 這個值得去看一下 為什麼值得看一下 很簡單嘛 台灣的股市 現在在9100多點 9200點 你不敢買嘛 那麼呢 大陸股市現在還在地板上 沒有了 剛剛站起來一點點了 站起來一點點 那麼呢 你不敢買嘛 對不對 你不敢買高 那麼買低嘛 是不是 就很簡單一個道理 好 那麼呢 除了這些大型股之外 難道我們就只會 跟大家講大型股嗎 當然不會 當然不是啦 如果我只會 跟大家介紹大型股的話 我還能生存到現在嘛 早就被人家笑 都被人家笑死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在過去的五年裡面 請問一下 有哪支大型股動過 傳統產業股的大型股動過 沒有啊 那為什麼我們一喊 它就上呢 因為我們抓得住節奏 那麼呢 我們不是只會喊大型股 那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11月24號 我們跟大家介紹的 中壘 事實上呢 我們家族朋友在 11月21號介入的 22號23號還連跌兩天 連跌兩天之後呢 我的家族朋友呢 就跟我講說 有老師在放空啊 那所以呢 我們要不要這個 認賠呢 這個停損殺出啊 我跟他說不用 23號的時候 在盤中的時候問我說 我說不用 我只有回答一個字 爆 爆 那麼呢 24號 果然立刻拉出根長紅 25號 繼續拉出根長紅 所以呢 各位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 這個我們 這個 這一句 不是 不是我講的 這句是我的會員 家族朋友講的 哇 有老師放空 來 我們把它嘎到外太空 那真的是 現在已經不只嘎到外太空 嘎到火星上去了 那麼呢 這些股票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這些股票呢 小型股 它當然是會飙 當然是會飙 那麼呢 現在呢 已經進入12月了 進入12月了 那12月呢 我們一直在跟大家講 跟大家講 現在呢 12月 有個什麼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 投信要拼命了 內資要拼命了 他們不是作賬 他們是拼命 所以呢 各位投資朋友 你看一下喔 10月 我們是一檔接一檔 賺到無法檔 11月也是一樣 一檔接一檔 賺到無法檔 那麼呢 12月 還有哪些的表股 會出來接棒呢 繼威剛 中壘 台陽之後 還有哪一檔股票 會進來接棒呢 那麼 我們呢 會在每天的行情裡面 跟大家報告 在節目裡面 我們會跟大家報告 可是 當我們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這些股票已經漲上來了 來不及了 那麼呢 我們要賺錢 一定要買在起漲點 一定要跟著我們一起來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送給大家一個禮物 叫做 搶救紅包大作戰 為什麼要搶救紅包呢 因為剩下一個多月 就要過年了 你要包紅包 哇 這個今年呢 做股票都沒賺到錢 怎麼包紅包呢 所以呢 我們來給你一個 搶救紅包大作戰 也就是說 你的紅包算我的 那到底怎麼樣算我的呢 等一下廣告裡面的電話 請你撥打電話過來詢問 好 那當然 今天我們還來更多的個股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所謂職人 在於細心淬煉 細節要苛求 工序要講究 美學要堅持 保導 職人眼鏡上 高品質 鏡片 鏡駕 獻給追求完美的你 嚴選日本商品 五折 專注細節 成就完美 保導眼鏡 愛 合乎著你 現在 你能感受新的愛意 新邦寶式特級綿柔 幫助均勻分散尿濕 到三條神奇通道 並讓空氣自由流動 帶來會呼吸的乾爽 全新邦寶式特級綿柔 來下午茶嗎 來溜天 不會有點暗 你喜歡松鼻耶 你喜歡松鼻耶 只要50元喔 那我請你 再一段 好 紅區加代區只要50元 花小錢享受下午茶 你有口臭 口臭是因為火氣大 趕快吃正濟加味消致丸 特別增加黃蓮解毒湯 嘴大嘴口嘴臭也就好 便秘搞灰氣 正濟加味消致丸 玩家封裝寶 針對違規民眾 將依法砍出罰單 不要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前面有大怪 剩兩分鐘 快快快快快 反正被車 趕快過 欸 少年咧 安丁啦 啊 這種不重視交通安全的玩家 大家快逃啊 台北名牌精品珠寶展 國際名品限量折扣 12月2到5號 元山正宴館邀您見賞 所謂職人 在於細心淬煉 細節要苛求 工序要講究 美學要堅持 寶島職人眼鏡上 高品質鏡片鏡駕 獻給追求完美的你 嚴選日本商品五折 專注細節成就完美 寶島眼鏡 OK好 那麼剛才我們講到鍾磊 鍾磊 鍾磊大家還想說 他還不算是真正小型股 好了沒有關係 我們再來看更小型的股票 台陽 有沒有 大家還記得嗎 台陽 我們那天在節目裡面講 11月25號 11月25號 跟大家講了以後 立刻開始起漲 那當然了 在這邊呢 他這才三天 三天賺了這個3.65元 一張啦 3.65元 看起來就不多了 不過二十幾塊股票 賺3.65元 應該還OK了 好 那麼接下來這三天呢 他是在做個 震盪盤整的走勢 好 問題來了 接下來他是呢 要開始回檔了呢 還是喝了再上 各位投資朋友 這一檔股票可以注意 好 那麼還有一個 後來我們再介紹生計股 有沒有 生計股 大家有沒有看到 生計股 雲城 我們呢 在這個11月28號那天 跟大家看了一張這個表格 給大家看張表格 裡面呢就是生計股 我說生計股又要動了 我們9月1號 跟大家介紹生計股 他果然動了一波之後 我們跟他講說 生計股又要動了 11月下底的時候 跟他說生計股要動了 真的動 而且呢 我們今天講 他明天就直接跳空漲停板 那麼 所以這些小股票 是不是 大家都覺得很過癮 好 那你如果說覺得 剛才那一些的 都是 哎呀 只有漲這個10% 10幾%的話 還不過癮的話 OK好 那麼呢 我們再來看 我們講了 當天呢 我們在這個給 在這個節目裡面 繡了一張表格 給大家看 生計股包括了雲城 包括了呢 還瑞一 是不是 還瑞一 我們禮拜一介紹的 那天我記得很清楚 禮拜一 禮拜一介紹的 它漲停 然後呢 跳空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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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空漲停 一共呢 八支漲停板 這個不叫標股 什麼叫做標股 我們會不會介紹小標股 會喔 除了大型股 我們會介紹 我們更會介紹小標股 對不對 你現在就看到了嘛 是不是 好 那麼呢 除了這一些的小標股之外呢 那進入12月 我們呢 當時有跟大家講 進入到12月呢 我們還是一樣 要跟大家呢 這個一檔接一檔 賺到無法檔 為什麼要說 一檔接一檔 賺到無法檔呢 因為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進入12月以後 是什麼 是誰的天下 內資的天下 為什麼說內資的天下呢 因為外資要休息了 外資要休息了 他們要清理戰場 要這個檢點 要檢視戰果的時候了 所以呢 我昨天講過了 除非呢 這個國際股市大跌 否則的話呢 外資的動作應該不會太大 那很不幸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大跌 尤其是電子股大跌 所以呢 那當然今天呢 外資呢 他們在賣這個台積電啊 這些動作就比較大一些 可是呢 小型股有影響嗎 這是我們事分剛剛講的 今天指數雖然跌了74點 可是呢 小型股還是一樣活蹦亂跳啊 為什麼小型股活蹦亂跳呢 簡單一句話 投信拼命行情啊 拼命行情開始了嘛 我們昨天還跟大家講 有沒有 拼命行情的第一檔是什麼 我這個秩序排錯了 秩序排錯了 第一檔呢 台藥有沒有 昨天跟大家講的台藥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台藥這檔股票呢 昨天我們講說黑馬一號 那麼12月1號第一檔股票衝出來 好到12月2號呢 今天呢還有沒有股票 有耶 大家看一下 光耀科 光耀科 今天這檔股票呢 早盤的時候我們這個 就請我們的家族朋友呢 介入這檔股票 然後拉出一根長紅 各位投資朋友 你不用學太高深的技術分析 你只要看一下 它這個K線的形態 它是不是已經整理完成了 它是不是整理完成了 它整理完成之後 我們一介紹 它立刻呢拉出一根長紅 突破這個盤整區嘛 是不是 那為什麼 我們呢 跟大家介紹的股票 昨天介紹台藥 4746台藥 今天呢介紹光耀科 為什麼都那麼停化 我們一介紹 它立刻拉出一根長紅呢 當然啦我也不排除 它明天要整理 為什麼要整理呢 因為我們昨天呢 跟大家介紹4746之後呢 這個今天呢 就稍微的頓點一下 稍微的整理一下 那整理之後 會怎麼走 各位投資朋友 我再一次講 光耀科 禮拜一可能會整理一下 那他禮拜一整理了之後 他接下來又要怎麼走呢 我們還是跟大家講說 再一次 大家記住了 你錯過了第一檔的台藥 12月的第一檔台藥 12月的第二檔呢 光耀科 沒有關係 後面還有很多 為什麼後面還有很多呢 因為呢 投信 他們要拼命了 他們手上的股票 不只有一檔而已 他們準備呢 要拼命的標的 不只有一檔而已 可是呢 我這樣子講 你慢了一天 你就遺恨一天 所以呢 趕快喔 因為12月的標股 已經呢 開始發動了 開始發動了 我再一次跟大家講呢 我們現在呢 推出這個 搶救紅包大作戰 你的紅包算我的 那到底你的紅包 要怎麼樣子 才能算我的呢 那麼請你呢 等一下廣告的時候呢 打電話來 那我們呢 一起來賺 再一次跟大家講 我們呢 王的家族 我們一向是 開大門走大路 我們不做蓋牌的事情 我們一定會在節目裡面 告訴大家什麼股票 可是呢 這些股票 通常呢 都已經拉出一支掌停板 以上 我們才會在節目裡面 告訴大家 所以你要跟上 賺錢的這個 這個腳步的話 請趕快打電話進來 好 感謝收看 下禮拜我們再會